第九场赛事都研究过 接着下来第十场 继续三班千四米 状态相当平均 较好点就拍马蓝追 配备转变1号 法财先锋初用环形口含铁 至于美丽多多第一次戴眼罩 另外快快油今次都转了 初戴棉菇 先看看这只法财先锋的试集 贴了蓝 后面就见到电子裙升 飞到最外面包装智慧 这只法财先锋是一只都很高分的马 78分的一些自购马 落地试了总共三个大闸 试起上来都是有一些立友的 每每日到直路都要骑下它 但它又不是断 但你又不会见到它增速上前的马 所以我相信它应该要纳长一点 这只法财先锋 包装智慧就顺根 电子裙升就居中 步步纳住 所以它真的一起步 原来它在外地都跑到 尾那些跑到二千一 二千四 不过严格去这样计算 它试过两次第一名 但是第一次应该是被人高脱了 还是被扁的 叫初出赢过马 这番重化都三拍 这只厉害了 更惊的那只 各取所需是最迷变的 中间是退役马 这些是保持水准 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喜乐 美丽喝彩 现在已经将成竖得很漂亮 因为它有口勤力 但是我记得有小圈骑过 这只马都逢马过马 在里面 有时真的那艘将成要走得很好的 这只也是 金庄灵 之前我也提及过 有两场突然间很差 上一次它又得回 所以这些马 有时不是每个都骑得漂亮 这次田泰安 是的 明欣赏 明欣赏都五毫马 然后你四毫又觉得不是很准 一时得一时不行 二毫又好像都叫做三班 问边问边 你想想那些组别 明欣赏 我觉得这个班 只有谷草千亿而已 几里红星 这些神租已经常常拍跳了 主动性强 都不是今天说的了 早前那几个月 都已经提及过这个问题 能力就差不多了 就跟金庄灵一样 就是突然之间可以 突然之间又不行 那就不行多个可以 金庄灵就好过去一点 美丽新星 你看整个身都没有什么线条 这只马都 我觉得它都要多些时间 你看这只小只都 是啊 另一只美丽多多 那你看看它的体重 它又不是小的 这只马是一千一百多磅 但是它就很低色的 就是看下去 还有集商实在不准 整天都慢 那它不是瘦的 不过人比较高一点 升为名着埋便 二套防沙 这个马一向都是这些配件 不过跑落 现在从赛事水准里面看 它似乎是今年来得慢很多很多 拍马难追 这些状态已经是越跑越漂亮了 近日亦都再试了一个泥地集 之前那些场子 我们都看了 按着都自己飙上来的 还没赢 所以这次就放莫蕾拉 快快有 那开始有点小小焦气感 不过始终是曾经有些礼计过 其实这次呢 年带着之前 它开始慢慢做得多一些东西 要留意走势 中生美丽 近期都多数是跑跑马地 它的谷草经常都会接近 这只马是很均速的 所以千四米它都能够应付得到 这只一铺中横 其实三班它以前真的能跑得 又有个好档位 这些马不是说上次赢完 是上次特别适合 不过上次有形势夹到它 上一次根本 那来到第十场 又是跑千四米 不过就是三班 它水准又不是那么高 情况有点像刚才我们说 第二场第三场那些三班都是 就是你挂名就叫三班 其实看上去一点都不强 要选的马都其实都挺多 就是因为不强所以才复杂 大家都是那么高那么大 又有什么出错 走位上差一点 胜负就是那里 譬如以我的利害了 这些经常我都挂在嘴边说 千四排来当它实近的 这是利害了 不过近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要视乎同场的对手 有没有什么出错 其他对手有错的 那它就二三三 其他对手有点 它就五六六 所以这些马是稳定的 另外三号的美丽喝彩 它都真的有点重口的 上次你看它下场跑 它就遇到快胚城 那马就跟得顺 但是如果今次的步速一不就 可能它留得不漂亮 就会走样都不定的 我想这些马就欠缺一些稳定性 这只美丽喝彩 大家留意这场 很多只美丽 不要搞错 另外后面的拍马难追 也是神租 挺吸引的 是的 前面一只美丽 跟着中间一只美丽 外面的美丽 正在上 留在后面就是那只美丽 交给你 到时哪只美丽 又可以跑得好 那么多只美丽走投 有的 我都差点 我喜欢中心美丽 因为这一组三班千四 我刚才特意所说的就是 譬如利害了 你都觉得三班都OK的 但是不见得很特别的 他都是看饭吃饭 都不是很强组而已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你可以选的 就是二号马这只利害了 另外四号马金庄灵 是一只很难发挥的马 你都知道有时合得对 他就好 合得不好 他真的不行 就是不行 譬如附庸庄他都恶高的头 又是田太安騎得到的 这个是猜不到的 但是他是准备得很好的 几里红星呢 其实都一向都好的 但是好像真的演出 就真的不行 多个可以 但是我强调他 是仰得很好这只马 我希望他可以 好了 说来说他都没什么 三班特别的那些马 那我觉得十号马 你都可以抢的 十号马 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上个星期尾 试完那集之后 其实应该出来跳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出来跳 那就变相跌 接着我已经觉得 十二十三都有机会 十二号是一只很懒洋洋 你完全不会觉得 他起眼的马 但是他这样都开始近了 这一组这么弱组 摆前一点走 轻帮就可以了 十三号都是 首好位 状态没问题 所以如果这些大码 跑得好 随时好分都未定 这一组赛次也有初出马 先看看血统底细 发财先锋的费是Ferlex 这些系马 在香港暂时比较少 不过都交到成绩 今季赤马鸿风 继续赢 另外打铁震仪 也赢过马 上轿 电子群星 这些马上季都赢过 Ferlex 这系马 虽然出自Pentire 但那些马 似乎又不是太过磁熟 而Ferlex 自己服役的时候 赢过四场头马 赢1200-1600米 都是跑短路程比较好 至于发财先锋的母系 Saver Bill 是小法宝的女儿 没有上阵 母线家族的成员 中距离马比较多 各边有些跑到长途都很高 这个母系家族里面的成员 一批尽将 在香港赢中距离 赢1600米和1600米 有一批叫Ella Cappella 是苏保罗家族 训练的马 在90年代 曾经跑过色尼杖树赛 那批是长途马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部发财先锋 虽然是Ferlex的指示 但有可能会挨向赤马鸿风 要跑长一些路程 中距离赛 甚至更长路程 可能才适合他发挥 发财先锋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上阵八次 赢了一场头马 赢马那一仗 初出那仗 是跑1100米 在雅皇帝马场赢 那场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但之后 其实是越跑越长 跑过奥克兰坚尼大赛 雅皇帝坚尼大赛 两项二级赛 他都上到名 1600米和2100米 都是跑第二 右转赛道的赛事 他就跑惯跑熟 直路赛和胶沙地赛 他都没跑过 罗富全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初出即职马有三匹 他们就是大众开心 健康愉快和8000C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虽然没有初出即职马 但初出上到冰的马 有五匹那么多 他们分别就是五门齐 赛德意 刚刚好 医神 美丽在线 发财先锋 去年2021年2月20日的时候 在纽西兰的爱沙尼马场 跑瓦王帝堅尼大赛 二级赛 当时跑过第二名 这场赛事已经是当地 第七次上阵 其实在此之前 他赢了一场投马 镜头看到在前面 蓝衣白 内当那批是发财先锋 跑法独孤一味 一味靠放在前面 放到回来 很多对手挑战他 先搞定跑第三名 那批on display 但外面那批是黑星 黑图火箭 结果黑图火箭赢了他 但结果发财先锋自己 保住他第二名 但之后跑纽西兰 打给大赛 他就跑得一样 十场赛事的参战马 也看过 看看FIT到镇 选了什么马 都是选了第七场 我选了喜遇宝 我就选了北极光 十场赛事 又跟大家研究过 再多次大家 今次回到沙田 正常十场 一点正就开跑 到时的节目 再跟大家研究 拜拜